好 繼續我們要看這位人物呢 是來臺訪問的中國維權人士 陳光誠 今天呢 他拜訪了臺灣人權促進會 跟多位律師 還有學者會談 陳光誠呢 希望臺灣人權促進會的成立過程 可以給未來中國大陸的人權團體 作為借記 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 上午來到臺灣人權促進會 由會長顧立雄出面接待 還送陳光誠一張 跆拳會剛成立時的海報 主題就是釋放所有政治犯 關心的是當時這張海報出來 有沒有帶來什麼麻煩 我們的地下這種性質 經過了很久 最後才勉強去臺北市成立 走訪臺全會 陳光誠和多位律師和學者進行會談 陳光誠希望透過這次訪談 能夠了解臺灣人權團體成立的過程 未來能夠給予中國自為借禁 社會的這個平民化的過程中 所做的一些事情 以及所遇到的一些麻煩 了解一下這個整個過程中 應用於將來大陸的這種變化過程中 就是哪些是可以直接接見 哪些是需要避免的 這次陳光誠的行程出現小插曲 由於和跆拳會是進行閉門座談 上午有移民署官員請來關切 陳光誠是否有照著行程走 但跆拳會人員 則以行程沒有公開的理由 拒絕讓移民署官員進入 就像一壘其一踏步道